今天可以了解英國的情況 我親自說香港的情況給奇哥聽 我先說香港地開始實實在在的封鎖 相信你也聽過 星期六天封佐敦一個區 然後昨晚封油麻地一個區 希望政府將區的人 所有人 希望拍門檢查檢查 試驗 昨晚找到一個 開始大家會體驗到封鎖一個小區 現在封鎖了一個小區 然後有些穿著整齊生化裝備防備的人 在區內走來走去 大家也了解過 唯一小小的花邊新聞 就是所派的食物 尤其因為佐敦 國旗 不是國旗 佐敦因為有些少數族裔的 就派了一罐 其中有一罐午餐肉給他們 似乎就少了一些細心 當然也有豆豉鯪魚 黃豆 那些大家 我們小時候過禮牌喜歡吃的東西 去露營旅行 有個朋友 有個網友 我看Facebook彈來彈去 有個網友都知道這件事 寫了一句說話 你試一下如果在英國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我想都是大件事 就是政府其實都很尊重不同族裔的 所以這些東西在英國很敏感 反而在香港是無所謂的 快到五餐肉 因為很不敬的 對某些信仰的人士來說 所以在英國是不會發生的 政府有一些東西是很細緻的 特別在這些問題上 因為你是一個多族裔的社區 就是社會 這些東西是很敏感的 這些東西是敏感的 還有食物也是很敏感的 就是你究竟是 英國人很多東西都敏感的 所以那些餐廳 牌 你記住說清楚有什麼敏感 什麼敏感 你回學校如果你帶一包花生 就直接發掘家長信給你 說大哥你不可以帶花生 花生可能會對其他小朋友有影響 就是某些東西在英國社會裡面是敏感的 但是當然在香港 林鄭的政府就不會太過敏感 對所有東西 是不是 這個有一點點的分別 另一個花邊就是 拍些罐頭就要罐頭刀的 因為有些是即拉蓋式的 有些要罐頭刀 罐頭刀於是導致某些人士 就真的沒有罐頭刀怎麼吃呢 然後又沒有熱水沒有什麼器皿 因為我們有個同事 阿通 阿通你也知道 報交通過阿通 就是以前電台 他又住在國區附近 九十年前報交通還是報交通 現在都是叫阿通 現在就不用報交通 還有一個他坦白說 我家裡沒有那些煮沙烏烏餐 如果鎖下我兩個星期不讓我鎖下 我真的沒有東西吃 真的乾燥這個豆豉 其實這是不是一個遊戲和智力題 其實你給一個罐頭刀 沒有罐頭刀 你究竟怎樣生存呢 其實這個是我們當時說謎語之夜 其中是否要大家顧一下呢 其實這是生存遊戲 你怎樣求生 希望政府慢慢進步 昨天不知道有沒有派什麼食物 因為昨晚是臨夜才封 今早早已經解封了 相信相關的報道會陸續出來 看看政府有什麼照顧一些人士 不能出門 你鎖下了他們之後 他們有些食物等等的情況 需要照顧 這就是香港的情況 英國那邊怎樣 聽說有些進展 英國的情況就是這樣的 英國的情況就是這樣的 我昨天晚上都看不太大 因為我五點鐘 英國時間五點鐘已經看看 究竟BNO Visa的申請 有沒有新的進展 對上一次申請 新的進展是1月22日 我又睜大眼睛看看 他只是說說 如果是申請人去照費 那個安排 但是很多重點不是這裡的 重點應該怎樣入籍 應該一家人應該怎樣去申請 起碼有一張申請表格 今天是27日 這樣就還有四天而已 沒有理由沒有 昨天下班5點多的時候看 沒有動靜 沒有動靜就想著沒有動靜 誰知道他晚上好像九點多的時候 九點多的時候 九點多的時候十點 是英國時間 即是你們的清晨 他就有一個更新了 那個更新的景 就是立刻張開眼睛 從頭看下去 因為他不是很清楚的 改了哪一段 看看 原來也是沒有的 就是說如果你在英國持有入境的時候 LOTR的話 那你就可以申請這個 在英國申請BNO visa 你就會在2月15日之前 是收到內政部的一個電郵 通知你究竟有多少個選擇 在英國申請這個BNO visa 並且你如果是給了一些 sure charge等等的東西 就可以安排退款 我只是說了這件事 一些核心的問題 都沒有的 那我說 不是吧 還有四天而已 那你給我一張申請表格看看 我覺得越來越不對勁 所以待會晚一點的時間 我們又談談 我又一直看著網頁 會不會過了辦公時間 但是又會扮一些東西出來 你一開始就稱讚英國政府 很細心地多元文化 互相照顧 細心就慢了 細心當然要慢了 然後BNO不可以出錯 細細細細細 然後就把網頁 還有四天 這麼快看 四天之後才1月31日 才開始BNO申請的時候 大家有什麼細則 我們經常聽人說 不知多少年前 90年代開始 魔鬼在細節 經常都說魔鬼在細節 大家去看看 是啊 所以就看清楚 但是沒有 還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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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 那些人都經常澄清我說沒有 那現在沒有就沒有了 標文是這樣的 沒有啊 為什麼沒有啊 就有 你真是很有忍耐性 林鄭也能忍耐性 所以這些東西就濕濕碎了 是不是 濕濕碎了 都要忍的 不適合吃就派在這邊 送給其他人吃 不要罵她 不是 這是香港的情況 什麼都要忍耐 尤其是國安法 7月1日之後國安法 上年7月1日 你很多事情都不知道怎樣 隨時說 就是一探了你進去 未告 又先坐 好像快B那些 都不知道她有沒有罪 都先坐了 然後 我以為小心點 摘到這麼黃的話 跟你糾纏48小時 穿衣服 你真是藐視特區政府 你真是這樣 黃色 這就是另外一些情況 接下來節目 一個多小時 輕輕鬆鬆 大家講述 關於香港 英國的情況 我和你匯報 我在聖誕節之前 大約是12月10日 寄個郵包給我 至愛的農夫 我和他非常之 大家是有機的 有機農夫 農夫說明是有機 我一定會送一份禮物給他 結果 然後停了飛 香港和英國停航 是啊 郵局立刻告訴我 你的郵件不能夠很快到達 不知道郵了哪裡 我叫SPEED POST SPEED POST 應該通常都一個多星期到 誰知道 兩天前 有機農夫 收到那份聖誕禮物 也告訴我 收到了 謝謝德哥 大約1個月 1、2個星期左右 就收到了 證明一點 郵底 上可 還有 大家 又是 那句 今天的主題 內心等候 不要吐槽 總是會收到那份郵件 是 是 那 星期一的時候 跟樹基做的時候 本來我預告了 我們會訪問一個十二歲的女童 叫做CAMI 他就很有毅力的 跟爸爸進入了英國境 就用LOTR 那他的時間就不太好 一來就是插班 他大約是中一左右 就來到 在這裡還沒找到學校的 並且還沒找到住的地方 然後跟爸爸兩個住酒店 就住了一個半月了 那所以我就心想 你究竟怎樣捱呢 這個半月 在一間酒店房裡面 那麼多人都可以出去 突然間鎖下降 又不可以到處去 酒店又不可以煮飯 那天天都外賣 那怎麼辦呢 那我就想了解一下 他究竟生活狀況是怎樣 那就不好意思 因為基建的故障 星期一就跟大家不能夠 看到 以及聽到這樣的片段 那我就星期天 就去大約Kent的地方 就是訪問他的 那麼我們也可以 現在就一起來聽聽 看看星期天的時候 我訪問Kemi 究竟你那個生活是怎樣 很幸地 星期天我去到的時候 他是在收拾東西的 因為星期一 他剛剛就可以查看 就搬去新屋的了 不過他家裡 我剛剛也去看過 就看到他那個狀況 都是加圖四壁下的 都有陪伴 所以我們一齊聽聽這個訪問 好嗎 可以 可以 Kemi 你平時想哪科 你最喜歡哪科 Science 這個就是BBC的網站 這個是Oak National的東西 是 誰找給你的 這個網站 是 然後這個 他會分開很多不同的 有Biology Chemistry 和Physics 選擇 然後 看你喜歡想什麼 就想 按入行 然後 例如我想想 Particles 然後 然後 有不同的 Lesson 說不同的東西 你剛剛上了哪個 最新 我最新上了這兩個 之後就試了History 進去看看 但因為History 我看到我完全這些都不懂 我沒看過 所以我就之後回到低年級的History去看 就是你覺得很深 因為我的意見 是的 那低年級是哪些 我去了Key Stage 2 再進去History去看這些 這些你就懂不懂 這些 某些都懂 譬如Asian Egypt的那些都懂 和The Shandana's Team 是中國的那些 不知道什麼 呃 中史的那些 是的 然後我都沒有上這個 是上了去Key Stage 1 的History 的這個 Bonfire Night 我就上了這三堂了 那你覺得 香港的課程深一點 還是這個上網的課程深一點 嗯 因為這些是 是英國自己的History 所以 嗯 可能這裡比較新一點 但是 其他 譬如Science 我都覺得香港比較新一點 但是歷史就可能 你就因為不熟悉 英國歷史就覺得 比較生疏一點 嗯 有沒有興趣呢 都有興趣的 那現在你自己自學呢 你自己會怎樣安排時間 每天一天用多少時間去學習 那樣 沒有怎樣安排的 就是 你要自己知道 你那天要做些什麼 比如你一起來 首先 首先你想做些什麼 還有你要做些什麼 你要分開兩件事 那你知道你想做些什麼 就是 你要去 你自己想做些什麼 然後 然後 之後 你再 可能 做完你想做的 或者 如果你乖一點 的話 就做完你要做的 之後 才去做你想做的 那你一天大約 安排到多少時間 你會上網 學習呢 自我 安排的時間 大約到 嗯 可能 就是 一天都學 少少 就是 一天學兩三堂 就停一停 就休息一下 第二天才學兩三堂 因為 就是 我覺得你要學得 是自己開心 是自己要 是 Enjoy去學 不是 好像我要學完 學完 那我就會死了 不是這樣 嗯 明白 你覺得你 現在就 在這裡 還沒上學 那你擔不擔心 上學的時候 追不上 不擔心嗎 你肯學為什麼追不上 你不擔心 嘩 你都好 好有自信 是嗎 都是 好啊 CAMMY 一天流流長 在房間裡 拍一下房間 只有這麼大 OK 嘩 真的 在這裡過幾月 一天流流長 做什麼呢 沒有什麼工作 嗯 因為我們起床就很晚 可能十一二點才起床 然後 起床之後 就有時候出街 買一下食物 之後 嗯 就可能去一下超級市場 這樣 之後 嗯 因為現在剛剛租了屋 可能有時候去一下新屋 那裏 砌一下傢俬 嗯 然後玩一下 這樣 有時候 爸爸上班之後 我就 可能會去別人 一些香港人的家裡 玩 跟他們的小朋友玩 這樣 但是 如果我自己一個在酒店 或者在家裡 我就 可能會自己 發一下瘋 播一下音樂 做一下自己想做的事情 你打不打機的 我不打機的 你不打機 那你說 睡到很晚 那你今夜做些什麼 嗯 我也不知道做些什麼 看看電視 因為現在電視 有個14號頻道 就有些戲看 因為我看 然後很緊張 然後停不到 就是喜歡看 追回英國的電視劇 哇 這麼快你就追回英國電視劇了 嗯 不是的 因為電視劇 那些電視劇 就要看一下 噢 那咪咪摩摩又一天了 是 那你覺得不覺得悶 其實你不覺得悶 因為 比起香港一定會開心一點 而且你會知道自己一個 現在是一個 新的地方 你有一個挑戰 這個給我呢 是一個旅行 我想去 即是 探索一下這個地方 是 你剛剛來到的時候 你第一個印象 英國 跟你在香港 感受到的英國 有沒有不同呢 有 有什麼不同呢 好 跟我們分享一下 大 第一個感覺 我是覺得 是大 第二個感覺 走出了的 Airport 就是很冷 很冷 之後就 見到那些人 之後就覺得 這個地方很peaceful 即是 你去 例如買外賣 人家會跟你有 small talk 但是你在香港 你買外賣 立即走 有另一個鞋子在等著 明白 但是 始終 大部分時間 都混在一個 幾十呎的房間 只有這張床 都睡了 這麼長時間 你會不會有一些 覺得很壓迫的感覺 很屈悶的感覺 對人家常都沒有 那就繼續住下去 不用這麼快搬去新屋 也行 這裡這麼好 我覺得 沒有什麼 不 我在 這裡 都住了很久 我覺得 如果你悶 你自己找些事情去做 你會 有些事情去想 你不會悶到 坐在那裡不做事 例如我積一下東西 看看書 積東西 你積什麼 現在在積袋 你會積冷衣嗎 是的 哦 你幾歲開始積冷衣 四年級 即十歲左右 積了兩年 是 哦 所以你打算積袋 現在你有什麼成功作品 你會積冷衣嗎 爸爸 他不喜歡 他不喜歡 那你積什麼 我現在積袋 給我自己 因為我現在沒有什麼袋 所以我想積袋 可以方便一點 出街 好啊 好啊 待會就去參觀一下你新屋 看你打算怎樣佈置你房 好嗎 你好 你好 你做什麼啊 我沒什麼 哈哈 吃了午餐沒有 嗯 吃了 也很舒服 是嗎 嗯 那你現在過去都經常有沒有 差不多 快兩個月 是的 差不多 那習慣嗎 都可以的 即是 即是 我都很喜歡這裡 哦 你住這裡啊 但是就沒去租到的屋裡住 呃 星期一就開始住進去 那你在酒店住是不是辛苦啊 OK 不算太辛苦 不算太辛苦 那有沒有得煮飯吃啊 我爸爸煮我不煮 哈哈哈 即是在酒店裡有煮東西吃的 是 有沒有掛煮香港啊 都有 有一點點的 是嗎 那你平時從同學玩什麼啊 有沒有同學仔 沒有同學仔 但是有 一些很小的小朋友 那樣 即是 你英國 英國就認識了一些很小的小朋友 是嗎 我跟他們玩 那樣 哦 聽得清楚啊 都可以 哦這個 都可以啊 我聽你緊緊的 你那邊的 音訊息比較差 可能是 哈哈 哈哈 剛才打電話給誰啊 三姑媽 啊 但是如果你在香港的家裡來說 你最想念誰啊 應該我的姐姐 姐姐是什麼啊 我公人姐姐 因為她從小到大 公人姐姐 是 菲律賓姐姐 阿欣妮姐姐 阿欣妮姐姐 從小到大 即是十幾年了 哦 哦 那 那你 下次回去 記住去探望她 一定會 究竟這個家庭 困在酒店房間 一個多月 是怎樣的呢 現在收拾東西 就一箱 還有一箱公仔麵 嘩 看一下 這個是我們的作品 這是什麼來的 這個是我們 過兩個星期的垃圾 哦 自己收拾 不是 因為呢 現在酒店呢 就疫情關係 就不是每天都會來執訪的 哦 那我們全部食物呢 都是外面買回來 或者在超級市場買回來的 食物 你偷雞煮東西 沒有辦法 因為 在酒店裡煮了一個半月 煮公仔麵 每天都是take away 真的都頂不住 那些食物呢 又未必是這麼適合 那些胃口 是是是 有時真的偷偷地 煮一下公仔麵 在超級市場買些肉丸 加進去 這樣就當了餐 嘩 其實這些 過幾條吃的公仔麵 可能多於我們家 在香港吃了兩年的公仔麵 哈哈 但是沒辦法 因為 我們都知道 有些事情是要面對的 都要應付到 那你喜歡吃公仔麵嗎 哈哈 你害怕了嗎 害怕了 因為我又不算 吃東西會厭的 我吃東西可以 我沒有什麼要求 是嗎 你收拾好嗎 收拾好我們 是和你去新屋的 嗯 差不了 你也是每天撿些 每天搬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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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嗎 是呀 不需要在這裏用的東西 我們基本上都搬了過去 是嗎 星期一 你們就check out 不再在這裏睡了 就可以搬去新屋 是嗎 因為那些傢俬都裝好了 七七八八 現在唯一只差一個床架 還沒送到來 嘩 床架 那明天改不改設 不清楚 預料改不設 睡地下 把床褥放在地上 照睡 好 比睡車好 對 對 好 我們稍後去你家看看 好 奇哥做了兒童節目 就是 音聲小事 妹妹 上哪個網 妹妹 沒那麼兇神惡殺 妹妹 你懂不懂 有沒有難度 習不習慣 妹妹 做兒童節目主持也可以 奇哥 沒錯 有時一會兒 我們回來 再看看 她去新屋 她去新屋 聽你剛才所說 都是比較混亂 當然大家都試過搬家 在家搬家的時候 都知道 當然是混亂 我們休息一會兒 回來再跟奇哥說 BNO自己有 住完酒店之後 就要搬到新屋 新屋就是租的 當然我們奇哥是一個 BNO自己有住英 親善大使 當然是去他們新居看看 然後幫忙拍片 讓我們認識一下 了解一下 如果將來我們去到 都是同樣情況 如果其他朋友 想去到英國 先住酒店 然後租屋 租屋之後 就是搬屋 搬屋的情況 讓大家 預先看看情況 是不是 奇哥 沒錯 而且也顯示我 可以陰聲細氣 不會經常發瘋的一面 德國 你發瘋的一面 是 聽眾沒看過 你看過的 他經常都發瘋的 在公司 在網民我一開始都很擔心的 因為12歲的小朋友 要裝陰聲細氣跟他談 我也談不行 因為他們未必會回答你問題 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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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局 反而要設法 趕走他爸爸 他爸爸 在這裡的話 他就不要這樣說話 所以去到新屋的時候 趕走爸爸去做些裝陷的家務的事 我再跟他談多些 究竟你來到英國 你的想法是怎樣的呢 你想來還是你爸爸想來呢 為什麼要這樣說呢 其實他在香港裡面是正常的 我沒有說正常 一般人 其實那間都是名校之中的名校 我都報考過 不過第二輪都進不了 就是這麼好的學位 現在來到英國沒有書讀 未有學位 那小朋友其實是他的意願 還是爸爸的意願 剛剛回了中一三個月 LTR進來 學校都沒找到 我們一起再聽下半節的訪問 究竟心底裡面 Kami在爸爸沒有看著他底下 他講了什麼給我們聽呢 新屋入伙 新屋入伙 Nazi Ma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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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真的不知道 在這裡 好 就是這裏 你要介紹一下 Hemmy Hemmy開心嗎? 搬來新屋 開心 你介紹一下 你的屋是怎樣的? 這裏是住室 你懂得煮東西嗎? 不懂 那廚房在哪裏? 這裏是廚房 這裏是廚房 還有很多食材 還有哪裏? 這裏是廚房 這裏挺好 樓底很高 這是廚房 這是廚房 這是我的房間 你的房間 對 配設登堂入室 也很大 你打算怎樣布置? 我打算加些植物 加些什麼? 植物 買些植物加上去 好 最後呢 你在香港帶了什麼過來? 有什麼珍藏過來? 有些公仔 有些公仔? 你喜歡玩公仔? 哪些? 這裏 在酒店 在酒店 剛好搬過來 這裏是廁所 廁所不用拍 這裏是廁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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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你的房間比較大 他愛你比較多 不是 你的房間比較大 是嗎? 那裏是廁所 就是廁所 所以大一點 Ben 這裏是租還是? 租的 租的 有多少錢租 1450 也挺大 不錯 這邊是正門 有正門 但直接向著大街 所以不想在那裏出入 爸爸是何時跟你說要來英國的? 爸爸 因為我們最初都打算走 但我們打算用MM2H去馬來西亞 但之後有一個BNO出來 應該大約是2020年9月份跟我說 我們要走 去英國 要改變去英國 那當初她跟你說的時候 你有沒有一些突然 就算去馬來西亞也好 說要離開香港 你始終在香港生活了這麼多年 主要的家人也是香港 同學就是香港 在香港讀書 有沒有即時的感覺 會不會捨得 或者不同意爸爸這個決定? 我最初是不捨得 但我沒有不同意過 我知道我很多朋友說 都是香港 我很多親人都是香港 但是我覺得這個是我要做的事 我不可以讓自己的情緒去阻礙 不可以讓自己的情緒去操作 不可以讓自己的情緒去操作 你也同意爸爸覺得要離開香港 對 爸爸怎麼跟你說 他說香港不能再住人 香港的事發生了 我也想走 因為我覺得香港真的很危險 我這個年齡是街道 我又是比較激動 我是不可以 譬如 我是很 我需要自己的自由 我不是要被人管束 那種 所以 我是很需要離開 其實政治的事情 都是大人的世界 對 譬如小朋友 其實 那個感覺會不會 過了火 你覺得 其實沒有危險 你會不會去香港 其實沒有需要馬上離開 可能是因為我 從小到大 我都覺得 我想去外國 其實 我最初 我是很討厭英國的 是嗎 我不喜歡英國 因為我覺得英國的人很假 天氣很冷 不舒服 總之我不喜歡這個地方 我覺得他們很古老 我是想去美國的 但是 我知道家裡 不可以 因為我沒有錢 我去美國讀書 所以 我 在我的 opinion 我覺得 我來英國讀書 要 是我的 步驟到美國 去 繼續我的研究 所以 最後 就來了 當初 比如 你說 你來英國的時候 你就說 我喜歡去美國 去英國 其實 你看到 你爸爸 決定來英國的時候 整個安排 有沒有壓力 你從旁邊看到 很大壓力 你感受到他 什麼壓力呢 就是 他是 譬如 我們在香港的時候 他在學習英國的事情 晚上 凌晨 都沒睡 差不多 整晚都不睡 看英國資料 然後 來到英國之後 他都好像 可能有些不開心 情緒也不太好 我就知道 我要鼓勵他 你怎麼鼓勵他 小孩子 就是好像 我知道 我只有十幾歲 可以做到任何大事 但是 我們之前 沒有酒店 被酒店 拆了出來 所以 我要經常看那個 白色 我不可以 只看著 那個 我要 更肯定 因為我要 對他 我不可以 好像 我要 為了他 然後想 更正確 好 你見過他 有幾個不開心 嗯 他這麼磅 被酒店拆出來 適合疫情的時候 對 找不到酒店 他 真的不想說話 想找到酒店 他笑不出來 他跟我說 你讓我找到酒店 那天 我真的笑不出來 他最惡是這樣的 對 因為他 牛手太太 對我好惡 或者 有時候 他突然之間 一惡惡 我都 你為什麼要這樣對我 就馬上不理他 一會兒 讓他 因為 我覺得 你不可以 這樣發洩你的脾氣 就算你多不開心 也好 但我會忍 等到 譬如 他靜下來之後 就對我 好一點 就OK 嗯 我看你經常都笑 但你其實來到 是不是 都很開心 所以笑 其實你沒有 不開心 就很開心 很心理性 同年到現在 一定有的人不開心 一定有的人不開心 但我看這個 我不是看 我看這個 來英國 我不是把他 變成要逃走 要逃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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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香港 我是看他的 旅行 我要去 探索一下 這個挑戰 我要遇到他 嗯 嗯 你有沒有一刻 是感覺 不應該來英國 沒有 這麼肯定 一定沒有 因為來到英國 是很明顯開心了 就是 因為好像 有自由 來到這裡 是嗎 你現在沒有自由 鎖定了 不是 比如 你在香港 我覺得 你在香港 好像 你讀書 有一個 困難 困難 你不可以完全發揮 你自己 但是來到這裡 我覺得 你想做什麼 都可以 你想做你真正的自己 嗯 你在香港 都讀了 剛剛讀中一 讀了幾個月 應該沒有什麼朋友 而已 嗯 又不是 因為我在小學 是直升到中學 的 是一條路 所以我有小學的朋友 跟我一起 上了中學 我又跟了一些 中學拆班 身 又做了好朋友 所以 我也很不捨得他 是嗎 是 那你有沒有跟他們 有聯絡 有啊 有跟他們 一直聯絡的 還有 我離開之前 那幾天 我突然在學校 很驚訝他們 那 但是那個問題 他們很羨慕你 應該都沒有功夫做的 那你在香港的學校 應該 很忙的啦 他們 幸好我剛剛離開那天 之後 我退學後 那天就是考試 然後他們就考過幾星期 然後我就 在家裡就不用送了 他們都很羨慕我 因為說 考試很難啊 尤其是中屎 因為要累很多 然後 可能跟他們 說笑 幫他們 放鬆 發脅 你又 逃出生天 是嗎 剛剛就 責政不用考試 所以 過來英國 是嗎 那你去到英國 很不幸 這段時間 落單 你差不多沒有什麼地方去過 你去過倫敦嗎 去過 你為什麼會去過倫敦呢 因為我表姐是住在倫敦的 我去過探了去一次 剛剛就是在lockdown 和lockdown之間開放的時候 是 那你去哪裡啊 倫敦 我本身帶了去Founddown 是 即是去Foodcourt 那些東西 裡面的東西都挺好吃的 但我覺得最搞笑的是 聖誕樹上面 是掛了中國燈籠 中國燈籠 是 那為什麼會這麼有趣呢 因為 我想它是想像西方和中式的culture 不同的東西 不倫不禮 是 那你 香港最喜歡吃什麼 這裡找不到的 應該是 淡仔米線 這裡一定沒有 倫敦也沒有 沒有 肯定沒有 台人街什麼都沒有 不過這裡也有很多 越來越多四川的食物 可能也有點類似 除了淡仔米線呢 你喜歡吃什麼 為什麼問你這個問題呢 因為 每個來親英國 大朋友都說 沒有飯好吃 沒有東西好吃 是 其實你出門 只能找到幾樣東西 吃了幾樣 吃了幾樣 是 在酒店這個幾月 真的很難叫 不可以算太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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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以算太開心 但是你也知道 因為有一個目標前面 都要有一個好心去 這就是其中一個 一條問題來的 還要大一條問題 是 你來到英國 最想快點做什麼呢 找到學校先 真的現在 因為我經常在酒店 都有點悶 想快點找到學校 可以讀書 可以讀書 是 但是有沒有投緒 找到學校 報了幾間學校 但是他們全部都是充滿的 所以 可能你找到幾間去報 是嗎 現在還沒訂到 有什麼學校 嗯 只有幾間target 但是不知道能不能進去 可能要找其他人幫忙 才行 這樣 爸爸 是 這個 就算你還沒找到學校 其實你要先報到 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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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幫到手 他只說了幾間學校有位 是 但是 我們自己上網看過 就不是自己非常心儀 而且是在隔壁鎮 因為這裏是幾個鎮 可能一齊當作一個catchment area 這樣 我幫他報了 學校要考試的 又有 另外一些 就不需要考試的 State School 但是他們就說 暫時 插班是沒有位的 但是已經收到我們的 application form 如果一有消息 就會通知我們 暫時是這樣 女兒想快點上學 是啊 但是現在學校 都是全部禁止了 我最多就算回到學校 可能都是在網上上課 所以我也不知道 會不會 他們會不會現在幫我們 安排查單 我也不太理解 那在這段時間 你就說 全家總動員一起砌 是嗎 是啊 先起碼叫做 可以安居 對 然後 睡了 起碼有床睡了 這樣 然後 然後 我們就會再去 交了報名 你要學校再問一下 或者跟進一下 看看會不會給一些誠意 會有機會多些 我們叫做 是啊 沒錯 都要 因為我們選了學校 理論上 在這裏來說 是比較受歡迎的 是 所以它的位置是少 我們是理解的 嗯 至於有位那些 再看回它的成績 或者它的評級 就是真的差一點點 而且來我們住的地方很遠 跟你在香港 埋頭苦幹 你的女兒說 你半夜三更刨的英國資料 有些落差的 爸爸是嗎 其實也不是 你之前有個心理準備 是不容易的 學位這樣 因為自己也有少許要求 那樣 你還要插班 對 而且是插班 而且不是說 她是年七或年九 剛剛一個可以入學的段落 所以是不容易的 這個我們知道的 但是 我覺得要做的 不會解決不了的 這些問題 而且我覺得 英國 她都不會想 說你的小朋友 有沒有學回 明白 我想我們讓她知道 還沒找到學校 他們會幫我們安排 到最後 如果真的沒有 就唯有什麼學校 我們都先進去 起碼不要先斷了學習 是 Kami 現在還沒學校 所以 家裡全部都有砌 你幫不到什麼手 你喜歡不喜歡砌 砌架 我很喜歡砌架 你砌架 你砌架 你有砌架嗎 你砌架嗎 那個燈是學製的 即是 這個燈是誰 這個 這個燈是你製的 對 然後廁所的架 也是學我製的 即是你喜歡做這些 HANDYMAN的 對 你從小到大都喜歡砌 砌一下LEGO 砌一下Puzzle 我反而不喜歡砌LEGO 我覺得砌LEGO很無聊 但是 我在五年級 因為我以前是童軍 你童軍 對 我要考一個手工藝像 在裏面要打釘 我覺得很好玩 來到這裏可以實踐 真的 這裏買些傢俬 不像香港沒有人服務 全部都在這裏 全部都在這裏 讓你慢慢教 不然就要給很貴 幾十磅 一個小時請人 來幫你砌 沒有人理會 這裏 很好玩 可以砌這些 你快砌一些 這裏是我的藥巢 我真的 看到都害怕 你快喜歡 對 我很喜歡 那你慢慢砌 有一段時間 我看你剛才那裏 十七九空還是 我想你起碼要砌多一個星期 什麼 爸爸想砌一些東西 轉了手 明天你就 星期一就檢查了 是啊 那你怎麼住 你沒事的 沒辦法 可能把床褥放在地上 鋪床單就先睡著 因為床架不知道何時來到 因為現在的運輸都很亂 是啊 那你很久 可能真的睡著地下 睡著 起碼過幾兩個星期 你這些東西又沒砌 這些 我全部自己砌 大家買了這些工具 回來就自己砌 哦 這些已經是砌了出來的 製成品 和女兒的房間 那些都算是 你廚房又沒搞定 那也是先吃著外賣 不是 都打算煮 不過茶米油鹽 鎮醋茶都沒買齊 調味料那些 這裏有沒有中廁 你要說Kens這邊 沒有 要去到 Granich那裏才有 最近的中廁 大間的都是Granich 也好 明天開始不用住酒店 沒錯 沒錯 雖然是睡床褥 可能像空粉 那些都自己做 是嗎 好 這些就是活生生的搬屋 活生生的大家追蹤到 如果大家相去的話 都可能遇到同樣的情況 都是適應就可以了 是嗎 奇哥 是 沒錯 沒錯 Kemmy也好 真的很樂觀 我覺得她也 這麼困難 住酒店 住幾個月 適應而已 什麼都沒搞定 都沒問題 不過有一點 我看你的訪問 沒錯 政治不關小朋友的事 不對的 奇哥 政治現在十二歲 過多六年 大學生 都很關心政治 是我們未來社會動良 想當年你做大學生的時候 你做過什麼 現在香港的 又有 中大 我什麼都沒做過 中大有四個 千萬不要這樣說 四個大學生 我全剷了 Facebook那些東西 沒有東西 但是你時不時 有些朋友會出賣你 將你和他們的相片 又發出 大家老了 就回憶 哎呀 四十年前 原來我們在這裡做過什麼 不過那些是陳舊 但是剛好 大約在去年十二的時候 好像上兩個月的時候 有中大的同學 因為覺得 校園沒理由封閉 我們中大 我讀中大 四條柱 讓學生自由出入 現在封鎖 一定要登記 有些學生 以身抗議 結果警察 昨晚漏東西 搜羅宿舍 拉了學生去 也有學生去自首 大家一起看學生 其實是很關心政治的事情 我相信 甚至乎現在有些 社會運動的時候 也有些小學生 十二三歲 去做社會記者 被警察兇 那片段也是記憶猶新的 所以這個情況 大家都不單止大人 小朋友看到 或者學生看到 都很心急 所以也有不同的方法 離開這麼深的地方 例如去英國 馬來西亞 都是一些選擇 休息回來 做來BNO自己 一個新去到英國的家庭 爸爸和女兒 住完酒店之後 然後就半屋半屋 相信你就星期日訪問 星期日退去酒店房 然後今天到星期三 你還是不要打擾人了 還是你應該 奇哥 應該拿些外賣去 驚喜 給他們吃 他有準備早餐給我 你 不過我都很遠 你開車到Kent 那裡都兩個小時 不用 大約是 Kent的外圍 十兩小時 四十 差不多一小時 五小時 我那天就是下雪 我只是趕快去到 離開家 大概半小時 大約大雪 那就是我們在南邊 很難看到雪 我還拍下來一會兒 十分鐘八分鐘 拍摹很大雪的狀況 我星期一播出 雖然没有认识 但也看到画面很厚的 在那里拍照 然后还有个人搏我位置锁 站在马路中心拍照 我没见过 马路边 不用马路中心 停满一些安全的地方 虽然跟上雪地 我也停满安全的地方 但都是小路里面的中间 真的很大雪 感受到过程里面 去Kent的路程里面 看到原来下大雪的时候 驾车的感觉有点不同 真的有点飘着飘下的 那辆车不是我 不要转那么快 不是要弄锁链 要转得很慢 要慢很多 好像有一点点陷着的感觉 因为本来没东西 突然有雪的下降得很大 立刻我感受到分别 平时就感受不到这个分别 就算有点雪雨的情况 但是你习惯了 但是那一刻的变化就是 不过下降了一会儿 接着又没有东西了 英国真的是阴晴不定 你的车去了第二个地方 进展去了第二个地方 我也希望 wee掉了 我希望Kemi就快点找到学校 当然这周也不敢烦她 我想她都有一段时间 建设一下 耶稣帮子的房子等等 希望她儘快送床架 去把床褥 放在床架那里 Kemi的床应该是砌好的 他爸爸的那个会辛苦一点 他爸爸分地下 现在宋家斯疫情的关系 什么都不推迟 尤其是宋野的安排 百货公司买东西什么都好 有些上满的服务 就算有些百货公司 是帮你砌床架 不用你自己砌 它都停止这个服务 比如电视机 你放下电视机 你自己搞了 自己转台 比如我们那些弱鸡的 不懂拼线的那些就麻烦一点了 因为本来有些有服务的公司 都没有的了 都停止这些服务 全部都要吃自己搞定 那他有一段时间收拾了 那我都不打搅他了 那我看来他们都是 在部学校上面 都不会那么顺利的了 那现在每个学校 也是发癖的 因为网上教学 是多了很多功课 多了很多工作 那些老师 学校行政等等的安排 那约翰逊手上就说到 他有能力的话 就希望第一个放宽 就尽快将那些学童 是可以送回学校 让他接受这个正常教育 那大家就在望着日子 那日子会不会是二月中 如果是过了那个 第二个选择的时间 就是二月底可以回到学校呢 又或者是最好 最恶劣的情况 四月可以不可以呢 付节假期之后可以不可以呢 如果四月都不行就整个学期了 所以大家就在等待这个状况了 那我希望Canny就快点找到学校了 回头一个问题 问回奇哥 香港租楼 我们也租过的 就有少少家具在这儿 有张床都在这儿 有些厨房的爐头 就是器具都可能有些在这儿 梳化也有在这儿 衣柜也有在这儿 就比较很少就是租一间 不知道是不是叫清水屋 什么都没有的屋 什么都没有的物业在这儿 你在英国租屋 是不是同样的情况 是什么都没有的 等到租客自己添置 如果租完之后 如果自己添置 是不是又要搬走那些东西 是 没错 其实第一样东西 英国就多人是租义的 有很多都一直都不会买楼 我觉得比香港会多的 我觉得就是感觉 没有统计数字 所以他们都是自己随身很多物品 不会每次都用别人的傢俬 第一 但是就算是有傢俬 他有些东西我觉得没有的 比如你的床等等一定不会有的 一定不会有 那么多数都是自己搞的了 那么就有时候 偶尔中有些的租屋的单位 是都会齐全的 就是齐全些什么呢 比如你客厅的梳化可能会有的 因为你上手 其实他不要才放在这里 上手的都会搬走的 那他搬走 那他也有个地方 是不是 所以他一定拿走那些东西 是不是 那么偶尔中可能他不喜欢 可能那张食饭桌 可能会放在这里的 但是如果是所谓洗手间和那些私人的房间 就除了那些入场柜 厕所那些已经弄好了 有之外就没有的 因为很多英国厨房就已经是 入场的那些厨柜 还有一些烤炉等等 爐头全部齐全的 那这些通常租楼一定有的 就不会要你重新说自己买个爐头 没有这种东西 那香港也是 就是其实英国都是很多入场 无论你旧一些也好 那当然你会觉得旧一些的 有些你未必会敢用 那些入场的一些烤炉 那未必你会敢用 但是就不会齐全的 多数都是依赖你自己 带回你自己随身的家具就搬进去 明白明白 大家记住了 租楼都是似乎 香港地儿就真的大多数价属 如果租楼大多数价属 你说床褥就可能说 我睡不惯你那只床褥 我真的自己再买个床褥 因为床褥当常都用十年八载而已 那你搬可能 如果找人旧居搬到新居 可能那笔费用都等于 就要抬上去哪里 香港就买新床褥 有个新的公司送过来 这些大家有不同的生活习惯 但是总是记住去到英国 又要重新布置家居 重新砌LEGO 说真的都挺适合的 尤其如果砌床这么大范围 面积 德国大人 这个真是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大人和小朋友 大家要互相顶住 然后那些工具 他都说买了一些工具 在英国 漏了一两个洞 你砌不下去 可能某些洞的位置 就是滑了瓦 或者洞不正确 你又搞不定 整个东西搞不定 那你又要上网通知那个供应用 然后又寄过来也好 任何都好 退货也好 所以你想着砌好床 或者砌好衣柜 或者砌好任何东西都好 突然间会有些东西卡住 其实你是做不到的 做不到的那场里面就等了 所以由一个你说 打算买了些东西进去入伙 到你很自在地生活 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说真的德国 明白明白 这个我又找回我的有机老友 农夫又问一问他 看看他的情况会怎么样 看看他有没有这样 要砌东西 不过他又好些 他整家人 两个大人 我现在买过东西的 四个人 我自己试过 我搬去的时候 我有一个经验的 我试过一次 只有我一个人 我又这么怕砌东西 我在现在加斯 第一次去 就是十七九 什么都没有 我第一件事 就买了一张沙发先 打算不用住酒店 就自己睡沙发 一条油 那谁知道 就来到我就 我又看到 一张沙发要我自己砌 原来现在在英国 又没有这个上门 帮你安装的服务 那我就浪费了 大约是 不是浪费 给了大约是六十磅 就给个人帮我砌 那他很开心 砌LEGO而已 砌完 那我就睡沙发 那现在这里 都没有一副这个有帮你装盘的服务 后来买床 我就找了一间 我想可能有别的 有人别的 有些好地道 很多人 那我后来就砌床 我就光顺另一间 就是John Lewis 那这间就有这个上门 帮你装的服务 那我就定很多了 就是起码帮我砌一张床 当然要付钱了 那这里你知道有付钱 也不知道有什么服务 你请外面的一些所谓的 装盘的 即是Handyman 什么都做 既然有钱 还可以帮你砌 但是你不知道他会不会砌 说真的 还有不知道他砌多久 所以如果有一些专业的百货公司 能够提供一些帮你装盘 如果你不是这么聪明 像我装盘 那你像Cammy和他爸爸Ben 这么聪明的话 那就好你的 这样的话可以选择这些大的公司 那德哥 我想和你转一些话题 谈一谈一个问题 我节目开头的时候 我都说过两句 是关于BNO visa 去到今天 似乎总之 擠牙膏式是讲了一些细节出来 但是又不全面 那就是还有四天 就到这个 就是要申请开始开门做生意了 那为什么有一些很具体的细节 是没有的 那其中有两点 起码两三点是很重要的 在那个BNO visa的申请里面 他不讲出来的话 大家真的要等到沙一号 拿一张表价的时候才知道 那可能真的都不再看趋势 27号 那其中有一件事就是说 究竟你要具体的银行的证明 要什么文件 虽然LOTR就给了一些BNO visa等等的东西 就可以了 那是不是同样是那个入境的时候是跟着LOTR 还是有新的细节是需要跟着的呢 那他在那个网页里面都说到这些东西 就稍后就会具体公布的 那就是稍后 稍后到现在都27号了 那就是第一 第二件事就是说到关于 究竟在22号 1月22号的时候 他有多了一些东西公布 就说究竟怎样申请 准不准太空人 大家很关心的 那时候很多KOL 我看网里面 估的东西全部都错了 他估到就说有太空人计划的 老婆过来 老公就在香港赚钱 第二件事就说说到 如果在英国读书的T4 visa 或者Working holiday T5 visa留在这里的时候 就算5加1 就是这样 其实1月22号 那个新的资料 就其实就泼了一盆冷水 就是不是那么开心 当然我也希望那些KOL 说的东西是正确 就是变成更加放宽 那第一件事 他1月22号 那个所谓进一步提供资料 就说在那个5加1 那个最后那个入籍 和那个settlement的计划上面 学生签证留在英国的时间 和那个你有T5这个Working holiday的 Visa是不计算进去的 所以这个就澄清清楚了 第二件事就是说 他说到就是一全家人申请的问题 他就说你的主申请人 你就是BNO的持有人的申请人 那你就申请就代表家庭就会有 你要先申请就拿了一个号码 唯一识别码 然后拿了这个号码 给你其他家庭的成员申请 那我们想说多一点 这件事暂时我就不出那个片段 那我就继续说下去了 那个给了一个识别码 给你其他成员申请 那他就提过两点 第一就是之前也说过 如果你是子女的话 那你就要倚靠父母 所以你的18岁以下的子女 就需要父和母一起申请 你才可以入境的 就是说如果你只是妈妈申请爸爸 不申请太翁人的话 其实这段里面是讲到其实是不行的 就是我觉得是不行的了 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 如果你父或者老婆和老公 一切同时申请 不过就分开入境 那他就说到有一句话 就是说如果你分开入境的话 你就不是全家人同时间 到了五年之后 享有这个一起申请入籍的条件 那他又没有觉得很具体 不过那就是说可能其中有一方 如果你是迟了的话 你将来可以要额外申请一个延长的居留 等你都符合到五年了 因为你一新申请五年的嘛 是不是你迟些入境 那你不够五年 那你的Visa就完了了 那原则上你要回去 你未住够五年申请不到入籍 你要回到香港的 那他就说可能你要申请一个延长安排 那这个延长安排是怎样呢 又没有说得清楚的 又没有说得清楚的 那究竟你申请了Visa 你两者之间 就是说你和你先生 如果真的想分开入境的话 你可以有几长时间分开入境呢 那这个很重要的 就是给多30天你迟些入境 还是给一年你给两年你迟些入境呢 那这个位置也是很不清楚 而且你拿了那个Visa之后 你要多久入境呢 我们一般的Visa 我们收到那个所谓 Engine Clearance 大约只有30天 或者少于30天 你就要入境了 那今次的BNOVisa究竟什么时候入境 当然这个可能是 最后要出个Visa给你才知道 那你都当是迟些才会公布也不定 那但是呢 这些具体安排 包括Settlement的安排等等 他其实有一句说话 就是说 关于那个 你5加1的Settlement 是会在你申请了BNOVisa之后 稍后英国才公布的 当然英国人做事都很细致 但是令我也有点点 觉得有点点诡异 就是你很少可以 你27号里面那个申请表 以及具体的 很具体的要求你不说出来 那我昨天呢 就和移民律师Catine 大家自己聊聊电话 那都讲一下 讲一下自己的情况又怎么样 又讲一下那个情况 他都觉得很奇怪的 那似乎呢 对英国来说呢 对英国来说呢 其实呢 太空人计划对他没什么所谓的 对他没什么所谓的 他欢迎的 因为他直到说到呢 如果香港人来英国的话呢 是创造了英国很多的机会的 创造英国的机会 给他带很多钱来的 简单来说 如果你太空人计划 有人继续在香港赚钱 那在英国只是花钱的话 英国政府怎么会不欢迎你呢 是不是 实欢迎来的 但是所以这个问题就是 但是这个就和其他的移民计划呢 是有少少出入的 就是譬如我们申请一些 TL1的Visa 就是所谓投资 或者企业家移民 或者InnovationVisa 是有少少不同的 都是以一个家庭申请为主 不过其实他是可以 你申请到 譬如你主申请 申请了一段时间了 你想加上个小朋友进去 是任何时间都可以做的 其实不是一定是 好像现在BNOVisa那样 你不一次的申请 遲些的话 你的小朋友不可以加进去的 他不是这样的 所以是有少少不同的 不过又回归基本部 奇葛 回归基本部 我们申请的时候 无论有多少人 我们要不需要证明 财政的能力 你刚才说的机会 就是要 就要嘛 就是要 所以我就要看 证明有多少财政能力 要带多少 他说你有六个月可以 可以在英国生活的经济条件 六个月可以在英国生活的条件 是很低微的 很低微的 但也有个数字的 有个数字的 是的 比如举例子 我们 Hair One Visa是 三千多磅一个人头 六千多磅一个人头 有的 所以其实这些数字 他应该要在那个具体里面 三十一号钱要给大家知道 不然就很低微的 是的 很空泛 大哥 六个月我吃面包 六个月我去牛包 我都可以是没钱的 我可能只有1万多元在户口的 那我就快点存多些钱 那我可以没钱的 你不是觉得几千磅 你觉得就是很容易的了 他还要证明一段时间有 究竟你是收入还是怎样的 那你有没有东西做 那所以这些具体的要求 一定要写出来的 那LTR入境的话 可能松一点 视乎那个入境官员 是怎样去判断 都是很主观的 有些就是你六个月 怎样为六个月呢 那所以我们休息回来的时候 就如果有需要的话 再一步谈一下 不然我们也有其他的话题 跟大家再说一下好吗 先说一句才行不行 你真的很专业的 你真的很专业的 你真是最后的5秒才卖位 之前看不到的 你很厉害的 最后的5秒 你不要把幕后的现象 幕后的现象就告诉听众听 新闻报道员都是这样的 我穿了一条牛仔裤 已经是事事正正的 有些新闻报道员只有上身的 就是等于你好像 你有个朋友 都曾经透露过这些事情 所以我真是专业的 我不是骗你的 很专业 最后的5、4、3、2、1 最后的鞋子就坐下 接着就去说话 接着就说话 又是一段很有意思的 我都没有离开过 我都没有离开过 我要出去有些其他的东西要处理下的 其他热幕是日理万机 没有什么热幕 有些东西要处理下的 这个也是 或者找些资料 所以这里没有电脑 要找些资料了解 所以说 刚刚说到 去到埋牙的情况 还有三、四天了 真的确实要告诉别人 那我六个月 我要存多少钱才行的 我没有这么多钱 我都要问 问谁借到的钱 接着拿过去才行的 那你还要 他还要告诉你 你要有多少个月的 银行绝结单的 通常他会这么说 那你多少钱都没所谓 那你可能 譬如有其他Visa 包括studentVisa 那你最后 是要提交多少月的月结单 还有多少月的月结单里面的盈余 那个结余 每一段时间 不可以低过多少钱 它是有这样的规定的 因为不是说你最后的 closed balance 在今天 12月 8月31日 只有10万元 但其实是31日那天有的 其他全的时间 这个不通 这个不通 有这样的事情 不通 我听到某些律师提醒我 你现在还相信那些银行 你当然拿了钱 还没有息 你当然放在家 要走就整个金砖 不可以的 不可以的 我做过其他的Visa 学生Visa 也好什么都好 其实他是这个问题 譬如你这些钱是在公司的 譬如我们做生意很大部分 可能资金 营运转 在公司 未必是个人 都不行的 就是说得很死板的 就是不是 其他就是 我希望今次是宽松 你那是一个很正常的移民 去看你有多少钱 去看的情况 是的 现在香港的 我希望不是 香港的真的不是 提醒我们的钱 还相信他 不是吧 真的 可以无条件 没有理由的 所以你立了他 所以我不是说 觉得他应该 即是有些不是很尋常 他应该要说的 即是你在申请之前 是要说得很清楚 因为说得明 1月31日 当然 不会去最后说 我延迟些申请 准备不及了 那我希望不是这样 但是 确实是 我是在看这个细节的问题 其他估的东西就无谓了 因为政策有了在那 究竟他月结单是要多少个月 有时候不需要结单 有时候好像你德哥那样 你不信银行 乃代现金放在櫃桌 那就可以了 BNO平权 加上BNO在那 一大够现金在那 我也掌握不到我六个月 即是我们说的 你跟他没有爭辨 我不用现金 我可以用Bitcoin 可以吗 给黄金 即是开玩笑 所以我们就在看他具体的情况 我就说 跟律师说 很离奇 因为他跟中方那个 拗叫 我们看回他 英国驻华大使出了份声明 他也是很针对各样 中方在这段时间 是对他那个批评的 里面是包括了那个 5加1的定义 他说不是 我现在正在改 我没有改过BNO所有的状况 他仍然是97年7月1日 就没有了BNO再申请 是吧 那之前那些才有效 另外一件事 我只是在改 我5加1的 那个 那个计划 包括BNO的计划 这个是我们英国内部的事务 你就算一个中国人 你无论 譬如你是学生计划 在那读十年书 都可以一个十年的计划 如果你是一个中国护照 去申请这个TL1 就是所谓Investment Visa 你都是5加1的 是吧 所以5加1 从来都是英国 或者十年在英国滞留 或者逗留的Visa 什么Visa都可以 那你十年 你都可以拿到这个Settlement 这个是现在目前来说的政策 那他逐点去反驳的情况 那其中一件事 其实我怀疑 就是说中方 担心中方太强烈的反弹 所以呢 就是那个 究竟是有多太空人 是有多太空人 还有怎么样可以要求 整个人一起来 那个所谓的限制上面 是有多具体 我觉得是 我自己个人去猜测的话 就可能是这个问题多些 就没有理由去到这么问的 去到这一刻都不跟你说 个月结单多少钱 你这么多移民计划 抄都抄得出来 是不是 不是忘成这样 是不是 所以我就觉得 很忙啊 面对疫情很忙啊 不过 死了10万个人 刚刚又看到Boris Johnson走出来 内政部不是负责一些东西 内政部最多都是要负责一下 应该如果那些人是不听话出街的话 指示警察是捉他们 罚他们 加强罚款 就是最高如果参加些什么派对的话 是会罚你六千多磅 那就是做这些东西 那就是内政部 有内政部 都是自己负责的东西 那我就觉得有点奇怪 敢不敢 现在每个钟头都有变化的 可能可以转头 就是下个星期一做节目的时候 你应该和书记说得实实在在的条文是怎样 下个星期一是1月31日 还有1月31日 还有到你那个时间 我想我们又要准备一下一些系统 可能我们大班要试试我们听电话 听一下电话大家交流一下 听谁的电话 可能我们直播可以听一下 他说直播可以听众打电话进来 大家即场去讨论一下 问问题 问问题做功课 谁听电话 谁听电话是一个问题 不是不是 阿龙虎一定打电话来 我们有忠实粉丝 阿龙虎一定打电话 你有做过以前风波 你在茶杯 一些风烟节目 没有筛选的了 阿James一个人一脚踢的了 一脚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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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我出去听电话 不要紧的 很弹性的 放心我出去听电话 接着你去回答他 你回答来回答他都是农夫 不过我出去听电话 你回答他 你出去哪里听到我们的电话 你回答他 农夫 农夫一定很长 即下个星期一下个星期会终 所以我觉得很奇怪 其实我觉得现在这段时间有少少暗勇和角力 我希望没有这样的事发生 因为你27日可能晚一点也有 他真的擠牙膏 我们不停留意一下网续 网续写着更新到什么时候 那现在昨晚更新到26日 那26日就告诉我们 就是说如果你来了英国用LOTR入境的话 你在2月15日之前就会收到内政部的电邮 就通知你怎样怎样 就可以怎样申请BNO visa 那如果你是现在入境 是觉得是给多了你的NHS所谓 医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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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 譬如有一個網友Joker這樣說 他說其實好像說到 因為究竟其他逗留在英國 其他Visa的朋友申請Visa 可不可以轉過去 計算在留英的時間 舉例說到T2Visa T2就是Working Visa 在這裡工作的Visa 我就說他的寫法 好像我們跟自民律師說 一些Settlement Roots的Visa 都要計算下去 所以我也問 這是一個概念 他現在說例如 究竟T1的投資者 T1的投資者 或者現在的T1的投資者 即是一些創新的Visa等等 那些算不算 他就計算了T4學生Visa 以及Working Visa 就是Working Holiday T5Visa是不計算進去 那五年的居留的 譬如我已經在英國三年了 如果我轉去BNOVisa 我只逗留多兩年 就是原則上去設計圖文的了 如果根據他的概念 的話 那是不是這樣呢 那這個 都是要去最一步說 那我希望過多幾天 星期一到應該知道 是不是 這樣的過程裡面 希望T1的投資者 他不要提供申請日期 因為什麼都改 又說禁止 現在禁止 禁止大了 對不對 那 那就 德國轉一轉話題 好嗎 當然要 太嚴肅了 這個 就是 跟我們來講 就從我自身那個出發的 就是想想這個環節 就是你知道我經常都在那裡 慎 除了是經常都煩著你 要跟你聊天 進行這個心靈輔導 之外呢 就是沒有口吃 都是源於沒有口吃的 那現在在英國 每個人都是廚神來的 大家不煮就沒得吃 那沒理由每天都拿走 拿走的東西又悶 除了我女兒 每天都麥當勞都沒有所謂 是不是 那 煮的東西 就真的沒有嘆沒有食 所以每個人都學會煮東西的 每個人都覺得自己煮的東西很好吃 那除了我覺得自己的東西慢慢的 之外 那大家很有心機去研究 太多時間了 那所以在英國很多街坊廚神 你喜歡高一點 香港也很多 英國廚神 香港也很多 英國是多的 就是多一些 多一些人去想 等等 你又找農夫的朋友 你的朋友 那我又找一些朋友 不如你如果有些 煮了一些食物 那是怎樣煮的 和我們的聽眾都分享一下 那我們就找了阿P 就是你介紹一下 那我聯絡他 那我可不可以 我偶爾也想一下一些片段 教一下我們煮食 那他都可以 那另一個朋友 阿瑟斯 那他又幫我做了 遲些有葡萄來怎麼煮 是不是 那所以怎樣做 自己在家製葡萄 那阿P就做了 他有一個生日飯局 那些東西 那我們一起去看看好嗎 好 一齊看看阿P的手勢 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阿P 那我今天就介紹一頓生日飯 話說我其中一位波蘭的室友 就今個月生日 那我們就跟他搞一個 lock down之下的party 我們就由甜品開始說起 那因為這個芝士凍餅 我們是要預先說定的 我們本身去了波蘭的雜貨店 買了這個魚膠粉和芝士粉 我個人來說 我覺得 比起英國的超市 在這些小數組開的小店 買的物價是會便宜一大折的 但是雖然 英國就剛剛脫了歐了 短期內我都沒看到物價有很大的波動 但是長期一點就要觀察一下 我們今餐其實就煮了這個 蛋奶素的套餐 有這個主食 是一個漢堡 鷹嘴扒漢堡 然後有沙律 有薯角 對 這個沙律我們就用了火箭菜 其實火箭菜本身就有點苦 也是帶點辣味的 我們就配了一個印度的醬 就是mango chunny 就是用這個芒果 然後再加一些糖 醋 檸檬汁 這樣煮成的一個醬 酸酸甜甜 另外再加了一些開心果 對 吃下去是不錯的 這個配搭 這個鷹嘴豆 我們其實前一晚要浸過夜 然後我們煮的時候 要再煮一個多小時 我們就連上甘筍一起煮 大家都煮軟了之後 就可以壓成一個鷹嘴豆餅 對 調味料也是隨意加的 加鹽 加胡椒粉 加少許糖 你喜歡的可以加上香料 我們就先烤了它 烤了15分鐘之後 就拿去煎至兩面黃 其實應該要 但是我們就煎焦了少許 因為太大火了 但是出來的效果 有幾次平時吃開的肉扒 至於吃下去 當然不會有平時的肉扒那麼厚實 因為豆蓉比較軟 但是鷹嘴豆本身也不太飽肚 還有它是一個蛋白質很豐富的食物 所以都值得大家一試 這個食譜 最後就送上一個外國人的皮蛋挑戰給大家 哎呀 挑戰 不知道他們兩個不斷叫 哎呀 我的天 我的天 有沒有吃到 所以外國人都不懂好東西 真的 有些薑 見到嚇到 嚇到 所以不單止煮食 奇哥煮食是一腳踢 就算是一腳踢 甚至乎阿P 拍片 配音 龐伯 都是一腳踢 自己剪好影片 就訂給你 所以 就真的 在這個封鎖的情況 在英國一個人住的情況 就什麼 將一張刀都要磨你 一腳踢 沒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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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 沒得吃看到都開心 對嗎 對 那就趁這個節目最後幾分鐘 跟大家講一下一個調查 跟德哥分享一下 這個也是快樂指數來的 其中一個快樂指數 這個快樂指數 就在英國很多調查 究竟你最佳居住的城市在哪裡 哪個鎮 最容易找東西做在哪個地方 最多收入在哪裡 最快樂最舒服最好退休的地方 很多很多這些這樣的調查 不過這個調查 就剛剛早兩天就出的 它就叫做 努力的調查 那就是 訪問一些打工仔 以及住在那裡 在地區上面住的人 究竟那個快樂指數是怎樣 那為什麼這個調查 是想跟大家分享呢 這個原因就是因為 它裡面綜合了很多不同的數據 那是綜合了 譬如 佔事學出幅圖給我們看一下 一邊講一邊講一邊看 那就是它會綜合了 當然快不快樂 你賺多少錢在那個地方 比如賺得多些錢 可能會開心一點 第二 它可能會計算一下你 究竟要一個星期做多少人 做多少個工事 做得少可能會開心一點 對吧 或者你計算一下你這個城市 打工仔和住在那裡的人 究竟你要多少OT 然後再計算一下你 究竟對這個城市滿不滿意 你的快樂 你覺得有多快樂 還有要計算你究竟花了多少時間 是上班的 不如你開車要多久 坐車要多久 走路要多久 綜合了所有的數字之後 就評分的 那我覺得這個挺有趣的 它會列出來給我 花了多少時間上班 OT多久等等的事情 那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值得 和大家分享一下的 那因為時間就不夠了 那James可以出了另一幅圖 那就是在綜合了這麼多的情況下 誰排第一呢 協中了嗎 出了嗎 出了 我們看到的了 第一位呢就是 愛丁堡 蘇格蘭的愛丁堡 第二個呢就是 帕恩馬虎 Posmer 第三位呢就是我住的附近 不是我住正在那裡 就是Brighton and Hope 那這個呢就是三大的地方 是最 就是叫做最快樂 work like balance 的地方 我覺得 那有一件事呢 就要和大家分享 大家就看著那個表 那我們一向覺得 是較為 是出名一點的城市 包括是倫敦 倫敦 是排十三位的 那如果我們說 利物浦是排第八 高過萬成一級 就排第九 那有一些很有趣的地方 就是如果計算最高收入 這裏沒有看 就是表太大了 看不到 最高收入呢 就當然是倫敦 在這麼多的城市裏面 那是平均呢 是有三萬二千五百五十三磅 一年 就是一年有三十幾萬收入 對德國來說 這個當然很少數目 但這個平均的入息 都很高下的了 那比起 在愛丁堡 就是排第一的 是 快樂指數 work like balance 但愛丁堡收入 不是最高的 只有二萬八千八百二十九磅 原生的 那其實賺得最多錢的 就不是最快樂的 在倫敦就是 就為例 賺第二多錢 就是campage 就是有 三萬一千六百七十三磅 連身 最低收入的地方 就排四十八的 Nottingham 只有二萬一千幾磅 一年一連身而已 這個就是第一 第二件事 在工作時數裏面 原來倫敦的工作時數 平均不是最高的 倫敦是三十五個小時 那campage是最高 是三十七個小時 所以就很特別 相差兩個小時 OT時數 OT時數 就是倫敦OT 就是倫敦OT 不算最多 只有三 平均每個星期 是三個小時多些 3.3 而最多OT的地方 都不是很多 叫derby 打比 3.6個小時 打比 3.6個小時 打比 其實都是OT三幾個小時 是最多的了 在英國來說 打比這個地方 其實就是 其實是近這個 Nottingham 但是呢 它有兩大的工廠 在那裡 所以不知道是不是這樣做得多 一個就是路斯萊斯的總部 一個就是Toyota的總部 都在大比 這個地方 那麼 綜合所有東西之後 就發覺就是 是 愛丁堡 是最 舒服的 而 其中 我覺得 拉低了分 在倫敦 最重要的問題 就是 坐車上班的時間 多 平均 都要二十幾分鐘 才回到 公司 平均 就是有人多些 是不是 如果你住在小鎮的地方 拜登等的地方 十幾分鐘就可以了 那它綜合所有東西之後 就發覺 最快樂的城市 第一位的 愛丁堡 拋離 收入最高的倫敦 十幾位 就是因為這樣 拿到最高分的 是 跟特哥你在最短時間 分享一下 這個調查 這些就是 大家有調查 大家茶餘飯後 了解一下自己居住的城市 排第幾 也都不會 到時候我放上網 大家可以看完所有數據 到時候搬到哪裏 又多個選擇 就是不會構成 一些人住在那裏 會搬到第二套 只不過是可以說 給香港人 了解一下 這裏城市 又要工作的時候 居住得又開心 也可以選擇 所以就不要選擇倫敦 選擇 格拉斯哥 也是太過比較冷了 也可能選擇 Brighton 所以Brighton 排第三 都應該是 一個理想的 有個海邊 他講了 因為有個海邊 大家看看海 好了 節目時間夠了 下個星期緊張時刻 我們再和大家一起分享節目 拜拜